重陽節 重陽節是中國四大祭祖節日之一 因為是重陽祭祖之日 所以又有推行敬老從校的意義在 在重陽節的前後 縣內各地都有舉辦各式重陽活動 在南投市有鑑於中興新村 老年人口相當的多 由內陸地區兩里 聯合舉辦這次重陽敬老活動 頒發敬老禮金給70歲以上長者 造福地方上所有長輩 讓議員賴岩雪相當肯定 我們來到政頭 內心、內心、兩里、共同基盤 就是我們救救中用的活動 讓我們這次大人 可以過得很快 我們知道來到政頭 可以說是老化非常嚴重的政頭 但是我們從來的這次大跟這次小 都非常親切對待我們的市大人 那麼看到兩里的立場也非常用心 今天特別基盤兩里聯合共同 基盤QQ中用慶豔的活動 讓我們這次大人 除了大家同時保障關懷、保障穩安 包括社區裡面也基盤很多老人的活動 讓我們市大人可以快樂 我們說只有一老如有一寶 所以我們看到兩位立場跟從來的這次大 對市大人的重視 所以今天這個中文明明說是非常大 每一位市大人看到他們健康的身體 演算非常地高興 演算在這裡也要祝我們每一位市大人 都可以有健康的身體 健康他們空空快快落落在過日子 我相信老化的年代人 我們是社會健康 要需要重視到我們是大人 所以演算也很讓我們這個活動 可以慢慢成功 未來政府可以重視到我們老人的 所有的這邊的活動跟基基 可以讓他們過後快樂 過後有尊嚴 一蠟早 長輩們就開始排隊 準備領取敬勞獎金 除了發放敬勞獎金外 還安排了社區土豐舞表演 讓長輩們是各個笑開懷 今天在這裡基班 我們七十歲以上 來到這四十歲 來這裡領這個長輩金 安排節目 讓我們這裡大家來觀賞 請他們吃豬腳味噌 今天一頭早的人就很大燈 這四十歲來到這四十歲 大家領安排 再來看節目 吃豬腳味噌 有一個很快樂 很溫暖的中央節 議員曾正妍也親臨現場 和長輩們虛寒溫暖 表達關懷之意 並期盼藉由活動的舉辦 能夠弘揚傳統孝道精神 9月長陽 重陽節的這個 這個 經濟外島 今天人非常多 兩例 尤其是我們來賓里 是我們南道士 三四里第二大里的人 很多人 今天差不多到七八百里 非常非常多 今天我們兩例 辦很多外島 有跳舞班 還有其他的外島 還有準備很多很多的 豬腳味噌 讓大家吃八點 又順便 今天 也有很多民主代表 國級的首頂 也要給大家關心 尤其 今天 有的都 九十幾歲了 他的事實 為了 他來參加這個外島 顯示到 我們中國的傳統 這個好道 人家說 忠誠處於小子之門 我們 友好的朋友 絕對會高 所以 我在這裡 也是要 讓我們的 好朋友 我們對我們的 世大人 一定要友好 人家說 加油一勞 主要一勞 一定要對世大人 好好友好 我們對世大人 友好 我們的事情也有你看 會代代相傳 我們的社會 會充滿快樂 和希望 除了在南投市 有重陽活動 在線內 老年人口比例 第二高的鹿谷鄉 則是由鹿谷鄉 老人會籌辦 連續舉辦 三場敬老活動 邀請地方 老人出席同歡 同時也授贈黃金 紅包等禮品 給所有符合條件的長輩們 我們就是六個鄉 老人會 我們每年都有辦 九九重陽節 來慶祝 我們老人 在八十歲以上 都給紅包 到九十歲 那一年都一定 一個金秋節 九十多歲去 接紅包 我們目前的六國六人會 六國六人會 一百歲有一個 一百公三歲有一個 一百公四歲有一個 一百公四歲有一個 第二就是我們在鐵風、鐵林 在鐵林、社區、洛東 村市庭的面頂第三組 今天就是第三組 在我們繡風、洛東東 繡風這裡有繡風、清水、水田、沙川 還有表揚我們這個 選酒粉、金粉 都有這個表揚 而議員吳瑞芳、許舒霞 對於關回老人的行動 也不落人厚 一大早就前往活動中心 跟長輩們加油打氣 並親自頒發獎勵紅包 以及禮品給現場的鷹髮珠 今天是六個老人會 在繡風這裡 外共同心這裡基盤 敬勞活動 在這裡 這裡擲和擲也 非常年紀 都差不多八九十歲 以前也多數 也很多 所以我們六個鄉 實在是好酸好醉 跟他大家都在那裡 在這裡 六人會今天就 辦一些金粉和鑽粉 那不簡單 那都五、六十年的婚姻 大家都非常 和樂、家庭、美貌 所以說他健康 小孩在外面打拼 就非常放心 議員許樹霞 除了送上祝福 贊取該會禮監事 以及全體同仁的用心外 期盼這樣的風氣 也能一直延續下去 也鼓勵長輩們走出戶外 與同才間互相交流 促進老人們身心健康 進而更加長壽 準備 向你走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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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很感謝我們六國六人會 對今年我們重點一個 真正 來表揚我們六個星所 所有90回以上 跟金粉線就分 這位紅阿婆的表揚 現場真的是非常多 六個星是我們南大凡館 內裡由他們 全鄉要一個六人會 團體 所以我們的六人會會員 就有2千300多的 那今年接受我們所有表揚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一百塊一百塊就有一個 一百塊三塊有一個 一百塊四塊有一個 所以陸國鄉真的是在我們南大園裡面一個長壽鄉 真的看到我們很多人身體這麼健康 真的是覺得說老人的生活 需要說大家共同來很多關心 所以也感謝我們南大園政府 今年我們的敬老年金也增加到一千塊 然後老人乘車也增加到一千塊 所以每天都是我們政府要關心的一個工作 所以在這裡也共同我們小時候 受賞的鄉親和社會以上都接受 我們老人乘車趕快出錢 所以在這裡大家這種心情也非常快樂 希望在重陽節 大家可以共同來關心我們這些所有事 讓他們在生活在社會裡面 可以永遠健康健康健康快樂 除了邀請長輩直接參與活動外 南投基督教青年會 也舉辦了祖孫歡喜慶重陽的活動 邀請分援國中學生 以及社區長輩共同參與 一同做體操 看表演 還讓學生給阿公阿嬤奉茶 場面是相當的溫馨 也藉此機會 弘揚盡孝的美德 3 2 3 4 2 3 4 5 看 看 各位文章 來 華哥文章 華哥文章 祖孫歡喜慶重陽這個活動 感謝我們衛生福利部 家庭基 教育室 在中國的社會署 來贊助也跟我們外國政府 同黨來提取 提到充電工作的支持 還有分圈國畢 還有一些小朋友和老師 讓大家參與這個活動 讓我們這個活動 真正精彩 我們在南大基督教青年會 在民國95年生立 老人學部中心以來 本地基督教 主要所基督的疼 來學部社會 不是英理 也不是休息 而是用學部的精神 今天在這裡透過 活動健康促進 來讓這些老人 他們用學部來放展他們的身體 這就勇敢 叫到基督教青年會 來選擇一個社區的福利 讓這些長輩 知道在社區 有更多的主員 可以放展他們 透過今天來標榮這些 年長的志工 他們在社會 打拼後在年老的時候 可以參與在志工的學部 讓我們心心靈可以放展 可以有正常的這種能量 來放展更多人 透過今天 這些小朋友 來帶阿公阿嬤 一起來訪伴 讓他們照顧伴伴 來親自朋友的好心 還有一次這些青年 跟中部 可以放鬆去 來度過這個中央 既然又來 這就更多人 來讓這個社會 可以更加後悔 更加進步 活動內容可說是相當豐富 有學生表演獨輪車 鳳茶以及帶動唱等 還安排了學生 與現場長輩互動 做摺子教學 也藉此機會 拉近祖孫間的情誼 今天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雖然我們在不同的縣市 我們從彰化縣分野國中過來 但今天很榮幸 有這個機會 能夠帶給這些我們的長輩們 一些溫暖一些快樂 很高興YMCA給我們這個機會 希望明年我們也有機會 來參與這樣的活動 對於這個鳳茶還有表演 能夠給這些長輩們 帶來一些快樂 然後希望他們 在年老的日子 能夠有一些溫暖 一些快樂這樣子 學生 我覺得他們也都是很興奮 從昨天之前 今天之前就是 表現得很積極 很想要來這個地方這樣子 議員簡景賢 對於主辦單位的用心 相當的肯定 也認為藉著祖孫相處歡樂的 過程 宣揚敬老愛老的美德 感受社會的溫暖 特別感謝我們YMCA 我們的主務總幹事 他平常是對我們這個老老婦孺 也能說是非常棒 非常用心 特別感謝他 他特別來關懷 我們所有的這個老婦人 也能說敬老 當然 提到說 讓他們快樂 讓他們度過 這個中央以外 一定 還要讓他們健康 甚至 他還有這個 一個 索標 是這個 即使 我們走私心 哇 我就隨時找到我們的老老人 這個 非常的 也能說 是很適合 如果 稍微失敗的 這個 或是說 鄉鄉的 這個老老人 是一大福音 所以說 我也在這裡 鼓勵 我們所有的 冠職 如果出了 有老老人 需要 來這個 協助的 需要來幫忙的 都可以來找我們YMCA 我們的主總幹事 特別在這裡 又祝福 我們所有的 我們的樂靈 長輩 天天快樂 高齡花的社會已經到來 除了期盼政府單位 能夠持續推動相關的福利政策 並主動聆聽鷹法廚的民生需求 讓每一位長者都能夠度過快樂的晚年外 也盼透過重陽敬老活動 讓子孫們以實際的行動關懷老人 延續千年來的傳統價值與美德 民營新聞黃碧堯專題採訪報導